这五种馅呢就做好了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做的是五鼠临门馅的饺子 来就先做好菜吃出健康来 这个呢是鸡肉蒸馍再加上粉条 鸡肉四两 葱花 姜末葱花放20克 姜末放4克5克都可以 加上盐 盐味精 酱油 鲜汤25克 一两 搅滞粘稠 效果是最佳的 里面再加上 这个叫排料油 如果没有材料油 就是花椒面 五香粉少许一点点啊 可不能多 你要多就把这个蘑菇的鲜味就压住了啊 但不放还不行 说放花椒面就不用放材料油啊 大致你就这么确定就可以了 看看拌好了是这样的 这个肉馅黏糊糊的 粉条呢 打一下抽 二两粉条三两都可以 用这个老抽位置一下上下散 这个馅就调好了 不能加香油啊 记住 这个馅很有特色 味还非常棒的啊 好了 上面呢 要撒上一点 葱花 边包边往里剥就可以了 三肥奇瘦肉 这是六两 姜 葱啊 放上花椒面 酱油 都放上啊 往那一浇 刺啦一下才好 哎 这样的味才上了 酱油少 再来点酱油 味精 盐 你要是一堆 调个三斤四斤馅儿的话 先呢 把这个肉 用这个汤搅 搅至粘稠 调完以后再加盐 咱们这个呢 太少 用着 那么去做 咱们就直接 你就这么搅就行了 除了保证味儿好 哎 但是呢 要有材料油 那更上一层楼 没有 这么吃的也都不错的啊 还可以呢 加点香油 好了 不爱吃的可以不放啊 这个馅儿就调好了 汤水不给多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这里头 要往里放菜 不宜 给汤汁太多 不给点汤汁呢 肉除了还不好吃 发财啊 看啊 肉馅儿 分成两份啊 放白菜的 也可以 你像这些 你就放这些白菜 你像这个这些 你要是放香菜 你就这些肉馅儿 放这些香菜 我这个呢 是韭菜的 韭菜馅儿 韭菜肉的啊 这是咱们过节 基本上百分之六七十的 人家啊 都是喜欢这一口的 所以我今天配一个这个啊 然后呢 这种的啊 这种这种呢 也是非常受欢迎的一种吃法 叫猪肉大葱馅 哎 再调一个牛肉馅 牛肉大葱 牛肉萝卜都可以 好了 来 尝一下吧 酱油 二十五克 二十五克里的啊 一半生抽 一半的是 大豆酱油 味精 盐 来 汤啊 咱们就是猪肉汤 要回敏呢 你就放牛肉的那个骨头汤啊 哎 这样 搅拌一下 搅拌一下 家里面有肉汤 就和白髓也是一样的啊 这个也是 这是 半斤肉馅 你照一两半汤往里加就行了 吃着牛肉 吃着牛肉不柴 哎 这就是硬道理 并且那多少挂点鲜汁 姜放上两克 葱 放里 十克 十五克都可以 搅拌好就可以了 但是我愿意的啊 我愿意的 加上点 材料油 啊 你们说没有材料油 直接加花椒面啊 这个花椒面也可以啊 这样 好了 然后呢 再加上点 肉汤 这些肉汤足够 一两了 一共呢 这是 二两 这个馅 过到这个程度 就可以了 哎 然后呢 放入 萝卜啊 你确定一下口味 咸淡 再少加上一点 酱油 搅拌均匀 直接装到盘里 拌上萝卜就要包啊 变 拌完以后一放几个小时 哎 那个萝卜的鲜味就没那么鲜了 把这个 下 葱 往上 撒一下 边包 边拌 哎 效果太好 虾仁 青瓜馅 先调虾仁 虾仁 少许姜啊 给两克姜就行 提鲜 味精 这是啊 先加盐 盐这本味之主 生抽啊 生抽啊 要放点生抽 加上油 少放上一点胡椒粉 少放啊 胡椒粉 0.5克就行 这样 搅拌一下 放上15分钟 时间到 看一下啊 把这个 青瓜 少放点鸡蛋啊 这个鸡蛋呢 在这里呢 一个是蒸香 二一个呢 多少能吸收点水分啊 这个菜这个 汁的水 非常的 充足 西红柿在这里也是调味的啊 多少带着果香味 使之这个黄瓜 这个香味更好 盐 这味精啊 味精 盐 特殊的鲜 半均 放在这 这五种馅呢 就做好了 好了 我们今天呢 就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的话呢 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 诸位观看